到场的这位嘉宾的忠实球迷 来 我们让现场的观众告诉我们大家 今天我们要到场这位嘉宾 他叫什么名字呢 李定宇 好 我们有请 嘉宾 嘉宾 江千忠 嘉宾 嘉宾 江千忠 大家好 谢谢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不久前 李定宇落选亚洲杯大名单的消息 在球媒当中迎接了轩然大波 联赛射手王为何被国家队放弃不用 这其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 落选亚洲杯的李定宇 在创纪录的打入个人联赛第100个进球之后 走进演播室 接受了名将之约的独家专访 请你们告诉我 今天和自己的偶像 和这个大宇坐在一起面对面了 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的提出来 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 来 如果说有一个要求的话 那个大宇能不能送我一件签名的球衣 还有人说一人一件 那个如果是大宇同意的话 那我就带大家说了 来的时候比较匆忙 啥也没带 但是带着这份心来了 带着这份心意来了 其实我觉得要是跟主持人一起聊天的话 我并不感觉到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恐惧 但是来了很多球迷的话 我还是恐惧群比较大的 谢谢你 我还以为我让你感到恐惧了 没有 还好 来 还有什么要求的 我和我旁边的女孩 我们俩是99年 就是在公体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我打了一个标语 然后那标语经过她手 举起来 然后我们俩接着来呢 我们俩有一句话 一直就想说 然后就是 大宇啊 我们不等你了 我们先结婚了 他们绝不绝对我来说 没概念 但是我觉得他们喜欢我很多年 我倒是真的知道 好 那么今天包括我们现场 还有电视机前 很多喜欢大宇的这些球迷们来说 有的人关注大宇已经非常多年了 超过十年的时间 有的呢 甚至从当年大宇 从到巴西去受训 这个时候就开始关注你 喜欢你了 那么接下来和观众朋友 一起来看一下 当年李金宇和他的小伙伴们 在巴西受训的情景 1993年 中国俗协通过层层选拔 集中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市民球员 组建了建立宝队 现任国家队主教练朱广沪 在此当年这支承载着 中国足球未来和希望的球员 原赴足球王国巴西球员 当时刚满16岁的李金宇 有限陆雪汉这支罪物 不过巴西的建立宝基地 与想象中美丽的南美风光 施动着很大的差别 巴西确实是一个 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但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是看不到这些东西 到处都是山和树 听说你们那个时候 基地周围还有狼啊 没有狼 但是有一些小动物 这倒是真的 有什么小鹿啊 穿山甲啊 还有一些蜥蜴啊 这些东西还是有的 我听说就那个时候 在那个基地里 教练平常都不让你们出去玩 生怕出一点危险 其实我们也不敢出去玩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 印象当中还有哪些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趣的 又难忘的事情吗 就是刚到巴西说 特别愿意 感觉什么活都没干 说特别愿意干点活 就把自己衣服什么样的包 什么都给洗了一遍 从亮那儿到零酒那天 都没收回来 我整整十八个月 第一次 所以说我觉得 这种事就跟现在跟人讲 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心求学的建立宝费员们 面对艰苦的训练条件 并无怨言 让他们担心的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如何解决 经常饿肚子的问题 十几岁男孩的胃口 肯定特别的好 这个你说的 这个饮食问题 确实有一些问题 但是吧 我跟你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我吃东西 小时候特别挑食 什么都不吃 就只吃几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吃鸡大腿 还有牛肉 只吃瘦的 不吃一点带筋的 蔬菜只吃 云豆 就豆角 看来吃这几样东西 真是 还有尖刀鱼 尖刀鱼 尖的刀鱼 尖的刀鱼 我以为是尖刀鱼 东北话 尖刀鱼 但我觉得你可能给我们一个提示 就是说是不是小孩子吃这几样食品 可能就是将来当足球运动员 这个体能会特别的好 不是我想说的是 我到巴西我太饿了 我什么都吃了 那个时候就不容你挑了 对不对 对因为我 就小时候我就长得难看的吃的 我从来都不吃一口 所以说 你这个人比较唯美 是吧 那你能告诉我什么东西长得它不好看 像下水 肺啊 肝啊 这些肾啊 内脏 对内脏从来都不吃 这个吃了确实也不是很健康啊 现在不提倡吃 但我现在好像我觉得除了那些东西 我基本都能吃了 难看得懂 不是 不能说难看就能吃了 好多小时候的饮食习惯还是挺难改的 我什么虾都不爱吃 我就爱吃炸虾 你觉得炸出来特别金黄 特别诱人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虾 就都炸出来的虾 不会像现在都是鲜活的 那时候就炸虾我觉得好吃 我就爱吃炸虾 还有炸虾片这些东西 要是说比赛有时候 或者是哪个花桥来过来了 或者是请我们的话 我们还是就是希望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能够开开婚是吗 也有婚但是就是 我就开婚是能够能够 不是吃饱不是目的 得吃葱了 为了备战98年世界杯外围赛 包括李金宇在内的六名建立宝队员 被召入国家队 人们把当时这六个刚刚19岁的队员 亲切地称为六小天鹅 有点冒汗 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片段了是吧 对我特别不喜欢看到自己在电视的样子 我觉得挺好看的 好像跟现在差别不是很大 没进步 在国家队云集了众多的高手 比如说像郝海东 像高峰 还有黎冰这些人 那当时你是怎么看待 就是跟他们一个队啊 包括跟他们之间的这个竞争呢 当跟他们一起踢球的时候 就感觉特别紧张 一开始特别紧张 这些我到底行不行呢 就特别犹豫 但是我觉得我非常高兴的 就是我很快融入到这个整体了 因为这些大哥哥和就是所谓的前辈吧 对我们这些小的队员 不管是在生活还是球的方面 还是给了这个很大的支持 尤其他可以跟你开玩笑的时候 你就觉得啊 我被他们所接纳了吧 实际上内心深处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认可 对 我觉得我在国家队做一个年轻球员的时候 我真是挺辛苦的 我要帮着他们签名 要帮队里做一些工作 就是干点活的这个工作 你帮他们签名 对啊 就是买了几十个球 我就背着给挨个屋签字 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替他们签 你写上好海东高峰 会帮 比如说就是 几位就大哥说 大学你出去买点东西去 我就 我就批袋批袋的去了 挺听话的吧 后来他们觉得我也挺好 就是一直把我当成小兄弟看待吧 1997年1月29日 李静宇首次代表国家队 在正式比赛中亮相 他积极的穿插 敏感的跑位 迫使对手只能用故意犯规 来阻止他的进攻 1997年3月20日 在登席路杯赛上 李静宇打入了进入国家队的 首例进球 1997年6月1日的世界杯外围赛中 李静宇又以一例进球 绝杀普空曼斯坦队 几乎在一夜之间 李静宇成了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体育明星 没有感觉就是那一次 一下子自己也成了明星了 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晚上出来了 别人要人看了怎么办 就有一种这种 就是说怕别人认出来的感觉了 那你又没做坏事怕什么呀 不是你这啥好事坏事 你都有点感觉 别人认出来好了 那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当然不喜欢了 就是做人不洒脱嘛 你知道吗 正当李静宇想绝对巨星打他不迈进的时候 李静宇却遭受了他足球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打击 在97年9月13日的亚洲十强赛中国对阵伊朗的比赛中 李静宇在比分2比2平时被替换上场 结果中国队以2比4输掉的那场关系到能否进入世界杯的比赛 事后很多人把责任推到了李静宇的身上 你知不知道就是在比赛之后 有很多人把这个失利的原因 把这个责任都推到了你的身上 知道知道 但是我觉得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 因为几个球对我 就是说跟我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其实真的没有 如果说从边线舍门都能进了的话 对于我来讲我没有什么责任的话 但是你也知道 这个这些东西是讲究运气的 换上我以后输了 这肯定就是说有一些问题的 这个你认为就是大家把责任 推到你身上的原因吗 就是因为换上你以后输的 这很正常 那事实上就是从这场比赛之后 你就成了绝对的一个替补了 对就是连名都抱不上的人了 本来还能是 每场比赛能打半场比赛 或者是场面不好的时候 就是基本都是换我上去 但是就做冷板凳了嘛 就连板凳都做不了 看台了 1998年8月 在国家队失忆的李金宇 迎来了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转会到了法国甲级联赛中的南西队 不过遗憾的是 在南西 李金宇只有一次首发上场的机会 随后只能在期盼于等待中 度过那段无球可踢的日子 你自己和那些球员们 你觉得有差距吗 差距在于心理 其他的没有 因为南西队也是个保际球队 你说他们有多高的实力 也确实没有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训练 比如说他们就是80分的训练 他们就能打出80分的比赛了 但是我觉得我训练跟他们一样 但是我发挥不出来 很多东西是还是心理问题 也没有经历过职业联赛的熏陶 就马上投入了更加激烈的职业联赛当中 确实一开始有点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的这种感觉 那在生活上呢 那个时候还是小才20岁吧 有时候会略显无助和孤独 你知道吗 所以说生活上对我来讲 吃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从来没做过饭 玩那个时候也不懂 也不知道去怎么去 去把自己生活调理得更有规律 和更有质量 那自己有没有学着做饭呢 学了一点 但是就是后来发现 确实没啥意思 没啥意思 还是出去吃买点别的东西 听说你会做面条 中央舞台放过一次 其实没那么惨 但是节目给做的有点挺悲惨 这就是当时中央电视台记者 拍到的李金宇在法国生活的画面 他在法国租住的房屋略显简陋 像样的家具 似乎只有这一张床 在训练结束的时候 他还必须自己动手 煮一碗面条来填饱肚子 都觉得我太苦了 其实我在那边生活非常好 你知道吗 那就不像别人所说的 就是说好像大雨在国外的生活 是一种背井离乡 好像还挺惨的那样 对不是那样 你知道吗 但是没办法 三情嘛 那大雨在法国的那段日子 实际上国内的球迷 一直非常惦记你 而且我知道有很多球迷 在那个时候还给你写信 是不是 你有没有统计过 一共收到过多少封信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封信 但是我是 就是俱乐部有史以来 可能来信最多的球员 因为尤其看完 那个那期面条节目以后 写信 慰问的就更多了 对 今天在现场 还有一个球迷当时 就简直想冲到法国 去给你做饭去 那会真的是这样 就是哎呦 我当时为什么不在法国留学 你想那会儿 那个好多人 其实好多人在国外 然后都会留学生 都会有帮助的 我当时在想 怎么没有留学生 去帮你一下呢 球迷那我这个心 我还是挺高兴的 今天我们这位球迷朋友 也想在现场呢 给大宇读一首诗 一封信 一封信 那今天要在这里 读给大宇听 好 与青春有关的十年 大宇 日子过得真快 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你还不到二十岁 我们为你和别人吵架 为你做简报 购买每一期 有你消息的报纸杂志 千里迢迢的 追随你的比赛 攒钱给你买礼物 有时候也会觉得 我们已经渐行渐远 无法再跟上你的脚步 可是总有一个时刻 让我们知道 你其实还在那里 还是那个坦荡通透的少年 即使远隔千里 我们仍然可以摇摇对望 像是抬头看到天空中的风筝 长大的我们 已经从最开始的频繁拉扯 变得安静释然 线在不在手里 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抬头能看到风筝 能看到你 过去漫长道路上的旅伴 在我们的生活里 已经居住了十年之久的人 大宇 你知道吗 注视你的时刻 一直是我们最幸福 最安定的瞬间 有这么一群孩子 和你一起成长 也见证了你繁花似锦的曾经 我们愿意一直做你最好的观众 五年也好 十年也罢 只要你回过头 就能看到我们 从未离开 热爱大宇和大宇脚下滚动的足球的我们 我听过很多的诗歌朗诵 听过很多的文学作品 我今天深深地感觉得到 如果没有真情实感 是写不出这样的一部作品的 我非常的感动 我相信此时此刻 大宇的心理 一定比我更加的心潮澎湃 我觉得我 我学会了控制 但是我觉得 感情这个东西 是控制不住自己的 我的球迷 和喜欢我的人 数字真的挺高的 挺棒的吧 对 大宇是不是觉得 大宇今天是不是觉得 特别的值 对 其实这也就是说 我来这个节目 为什么我会 我会害怕的一个原因 因为 我害怕 我害怕用感情 跟大家交流 因为这样的话 会让我 就是 超出语言的一个 一个 一个境界吧 所以说 对于这些 喜欢我的朋友们 和我自己吧 我觉得 咱们确实是在 在用心灵去交换 自己彼此的感情 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讲 是我 不管是十年 二十年以后 比如说十年 一百年以后 都会 都会让我 记得 让我感动 谢谢 刚才我们这位 女球迷 你会不会代表 我们今天到场 还有电视机前 所有大宇的粉丝 和大宇 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我们拥抱一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在哪里抱 都可以 随便 来 谢谢 联赛场上的李金宇 总以进球来证明自己 面对成绩 他又有什么难言之也呢 能不能别补了 名讲之约 精彩继续 是行动 让钱能无限 to be number one 红星尔克 雨好了吗 来了 西门子零度生物保鲜冰箱 零度不血冰 保鲜更长久 西门子家电 十年前 他留学归来 临危受命 扬名绿因赛场 十年后 他笑傲中超 打入百球 却落选亚洲杯 是什么让他直言不讳 能不能别补了 是什么让他未知动气 害怕用感情跟大家交流 名讲之约 本期播出 李金宇的婚宇十年 大雨从法国回到辽宁队之后 在一段时间 可以说沉寂之后 大雨急需力量 说是再度爆发 接下来和观众朋友 一起来看一下 在99年 大雨的射门 集结 我们给大家剪辑了一段 一起来看一下 离开法国 李金宇终于回到了期盼已久的辽宁队 同时也终于在赛场上找回了杀手本色 这一年他所在的辽宁队横扫甲壁联赛各队 冲入甲A 又在升入顶级联赛的第一年 夺得了联赛亚军 险些创造了中国的凯泽斯劳腾神话 一时间 辽小虎威震八面 李金宇等人组成的封线三叉戟功无不可 大雨中我们先解释一下三叉戟 回到辽宁以后 我取生青茶眼睛 我们三个人在国内那个时候 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年轻嘛 有一股冲劲好像激情一下爆发了那种感觉 就很像很多年轻一代的球迷吧 一下子深深的就喜欢了我们 所以三叉戟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一个名城吧 那应该说那年是你职业生涯非常精彩的一年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和谁配合起来呢 你这个感觉最好 这个挺难说的 这真挺难说得罪人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跟谁配吧 我觉得应该问问别人 他们愿不愿意跟我配 我相信我还是踢球比较讲究的 刚打回甲A就夺得亚决 那你觉得是一个偶然呢还是一个必然呢 我不想说偶然中又必然 但是确实我们那个时候挺团结的 像一支球队才战斗 优异的成绩 年轻的阵容俊朗的外表 辽小虎在赛场上 催城拔寨的同时 也赢得了更多球迷的青睐 似乎辽宁队走到哪里 都有当地的球迷支持 都有在逐场比赛的感觉 平均年龄可能也就21岁也就这样嘛 所以说年轻谁不喜欢年轻人呢 你知道是吧 那种上来那种激情啊 或者是那种霸气啊 确实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那个时候真的 就我现在就是说除了辽宁队的那个时候 从来没有感受过就是到客场 会有几百个人去去看我们训练去看 到宾馆去找我们 尤其到那个重庆 我们比安赛出去就庆祝一下回来的时候 一酒店的人在那等着 我们都吓一跳 你知道吗 会场面会那么火爆 都很难想象的 很难理解的 就当时你们有这个聊小虎之称 对 你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那我的理解 就是说聊小虎就是全国各地不管走到哪 到哪都觉得是主场 对 那个时候真有这种感觉 就没有没有说就是说去骂你或什么 全都是喜欢你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是喜欢我 因为我们对那个时候吧 刚上来 一看一个个小虎长那还行 你知道 就是喜欢就是全国球迷可以挑的喜欢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也剪辑了一段 他这个经典的庆祝胜利的一系列这个动作 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看似内向的李金宇 在球场上有着极强的表演欲望 也确实有着很高的表演天赋 他进球后的一系列庆祝动作成为当时球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有人说大雨张扬 但正是这种张扬让人们记住了大雨 也记住了这些绿音场上难得一见的动作 我们刚才看到那一系列动作 我相信这些球迷朋友一定很熟悉 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你比如说弯弓射大雕 亮剑的 机枪扫射快乐小白兔 自由还有自由泳 我刚看出来的是自由泳 弯弓射大雕 对他们都能这么叫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叫 但是就是 就是看射箭比赛 感觉挺好 看游泳的时候 大家就是那种 我们那个时候98年的气氛特别好 参加比赛 所以说做什么大家都没觉得 很恶心 我觉得这点挺好 我觉得大家喜欢了 但没恶心就挺好 他呢还是就是足球界可能第一个出写真集的人 哎呀妈呀 能不能别不饿了 这个写真集的名字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绝对大雕 是我比较失败的作品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不喜欢啊 因为 因为当初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挺恶的一件事 为什么会有恶心来形容自己的写真集呢 因为我不想拍写真集 我以为就拍两张照片呢 或者出一个小车 没有想到这么正规 所以说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不是特别自己本意想拍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还觉得就说 这个大鱼可能有这种双料明星的这种趋向 可能将来说不定某天要涉足娱乐圈呢 不行 不能跨行 不能跨行 现在不是转行的人很多吗 不能跨圈 都跨不好嘛 现在都 因为 因为这个 其实 我 其实我是一个低调的人 但是 但是 都可以标榜从外 全是这个 就叫什么 什么个性鲜明 这些 其实我挺没啥个性的 因为我平时什么样 我其实现在就什么样 没什么变化 这就是个性吗 对 但是我没想 去通过就是说 更加的宣传去 这才显示你的这个本色 你的真实 所以你才更招人喜欢嘛 这么理解 那就说 刚才虽然说 大鱼对他自己这本写真集 好像评价不怎么地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的这本写真集 曾经有多大的一个震撼的效果吗 我知道 其实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 还有球迷拿着这本写真集 过来让我签名 我就觉得 我给你签啊 别烦啊 别烦啊 千万别烦啊 谢谢 我特别害怕 仅此而已吗 嗯 害怕看见自己 那么现场 还是我们这个球迷要告诉 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因为你这本写真集引起的 是吗 来我们把话筒 一个写真集引出来的故事 到刚才之前都觉得太酷 但是他说完了 我觉得也是挺恶心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跟他真实的 跟他不是很真实 他特别阳光 但我觉得那里面好多很做作 就是特意摆出来的一些东西 不像他平时展现给我们的 特别就跟我们家邻居似的那种感觉 特别亲近 然后而且当时我们 我看看我们年龄都差不多 可能都比我小左右吧 那会儿那书其实挺贵的 估计大家可能都省吃俭用 就买那本书 我天对不起大家 其实我也没挣着钱 就给点劳务费 游到学校以后 全都轰动了 全都轰动了 因为从那会儿上学 就喜欢大宇 就是所有同学 老师都知道 所以一看 哇塞 寄了本书 当时还以为 当时以为是你自己送给我的呢 我说不是不是 是自己买的 还有吗 就是这样 我说一个事情 能比较安慰大宇 就是我那会儿出写真集 那会儿我上高三 然后学特紧 我妈就不太想让我买这个书 这个写真集 然后就跟小时候 红小孩的办法一样 说你考试进步多少名 都给你买 但我那次真的 前进了十几名 然后就买那书 也是pdpd拿书 就回家了 大宇跟你说 你这书要是出得再晚一点 我就考上北大了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也有喜欢自己的那种 我也有 我也是粉丝你知道吗 我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我先我不说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老坏你知道吗 你可能在某一段时间 会比较 崇拜某一个人 对 我这样十年这么长时间 确实 很难这么执着 对 真的挺难的 对 我说心里话 接下来和观众朋友 再来回顾一下 李金宇作为一名职业球员 他的精彩一课 2006赛季 李金宇创造了 单赛季26个入球的最高纪录 2007年5月5日 李金宇超越郝海东 创造中国足球顶级联赛 新的总进球纪录 6月20日 李金宇打入个人在中国职业联赛中的第100个球 总进球记录再次更新 并且随时可能改写 李金宇成为了中国联赛射手榜的王中之王 你认为你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认为你是一个出色的射手了吗 我不能说出色吧 因为好多人 确实也不服这点 因为我是在就是大部分在争议当中去成长的球员 所以说我更看重的是我在我自己工作领域当中所取得的成绩 就即使别人嫉妒或者即使别人瞧不起我所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都非常 我都觉得我是非常幸福 你下一个目标又会是什么呢 我希望能为鲁能队能奉献出我最好的这几年吗 所以说没办法 大家非得让我有个目标的话 我就说得高点 150个 150个 加油啊大爷 加油加油加油 在联赛中他接连创造记录时 却落选国家队大名单 对于落选事件 李金宇又会如何评述呢 好多记者希望我去发炮轰啊 或者是去埋怨一些什么东西 名讲之约精彩继续 这是中国球员的一次特殊之旅 这是NBA在中国持续升温的又一个热潮 这是一个在质疑和信任中成长的中国球员 这是一条充满玄机的NBA之路 这一切都因为一键连的到来 选秀背后真实的一键连 名讲之约下期播出 阳光一样的脸色 咬的不只是一种营养 你看你看 白米偷红 引入花生牛奶 花生加牛奶 双重营养加倍红润 引入花生牛奶 看看看看看看 十年前 他留学归来 临危寿命 杨明绿荫赛场 十年后 他笑傲中超 打入百球 却落选亚洲杯 是什么让他直言不讳 能不能别扑 是什么让他未知动情 害怕用感情跟大家交流 名讲之约 本期播出 李金宇的风雨十年 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大宇的十大经典进球 我们和大家共同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精彩的画面 不过呢 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改动 我们这十大经典进球的 这个现场解说呢 由李金宇同志现场担任 东北版的是吗 好 请导播放录像 我开说了 这个球是那个 我连载当中的第一个进球 我都忘了 左脚一脚褪色 手面还没扑住 这对云南红塔的比赛 这个是拿球的是王欣欣 王欣欣把球传给了我 我连载当中的 这是在北京的时候 在奥提的时候 王欣欣这名队员提的不错 这是在云南 这个刘斌传中 小赵 小赵传中 我一个投球 我现在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虽然我跟小赵已经不踢球已经四年了 但是他在助攻榜上他还是列在第二年了 我觉得他还是挺好 赶快说这个进球 不 这个球是吕正传中 我强点高超 投球眼色 这是我进过的最远的一个投球了 不过对方手脸挺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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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我突然速度快了呢 我发现体育评论员确实不太好挡的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 金球镜特别漂亮 左脚一扣 右脚到上脚 这是我连彩当中第一个帽子戏法 这是我连彩当中第一个帽子戏法 你上海生花吗 嗯 挺漂亮的 哈哈 有的时候其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球是自己射的 尤其这个球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下啊 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射的球 这个掌声既是给咱们这个精彩球员大宇的也是给我们这个精彩的体育解说员大宇的对不对 再一次为他啊 我要是当体育评论员就早就下岗了 我觉得你刚才这个辽宁版的这个体育解说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说对方的这个守门员配合的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精彩 来我们再次给他这个热热的掌声 最近有一个消息的公布啊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就是今年的李金宇落选亚洲杯的大名单 不久前李金宇落选亚洲杯大名单的消息在球迷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金宇确实是一个很好球员去年是最佳射手然后很有特点啊 嗯应该说在门前他很有灵气各方面应该是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的一个球员 但是我们确实根据亚洲杯的比赛对手情况和今年整个联赛的情况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考虑 包括亚洲杯的包括小组赛包括进入四分之一等等这比赛的我们具体的想法啊最终我们实际上是人同个案 第一感受是什么 嗯其实从来真说实话啊没想过这个问题都没想过自己没有入选 你觉得自己应该能入选是吗 对就没有的概念就是自己安排的生活都是啊我过一段去马来西亚了啊 嗯先去香港然后澳门打一场比赛完然后去马来西亚了啊 嗯怎么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啊 当然突然就是说有人告诉你名单没有你说哎呦 看来我还得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日程啊 所以说当时突然有一种感觉呦没有我 你自己觉得就是以你现在的实力和水平包括你的这个成绩哈 你认为你应该入选吗 我觉得没有应该量就是 作为一个球员来讲啊只有服从 那对于这个消息公布在全国引起鲜然大波 你又是怎么看呢 啊这个呢 我就觉得吧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的球迷还是 还有我的朋友们这些还是挺挺关心我们的呢 你知道吗 就最起码还能来个什么手机调查啊 什么辩论会啊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有懂我的这些人就够了你知道吗 还有就是那个 嗯 好多好多记者希望我去发炮轰啊或者是去埋怨一些什么东西吧 我想我不会这么做的你知道吗 我会说出我平时在底下说的话和和现在说话是一样你知道吗 我我我没啥抱怨我更加相信我做的还不够如果够的话就没有争议了对不对 尽管是大宇今天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啊 跟我们说了他心里这种感受 但我相信不管是大宇也好 如果是这事感到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可能这个心里总归是不好受的这种味道 现在就是说这个亚勒威不去也是这样 你有这种感受 哎难受一下就可以了你知道吗 不会影响自己的工作的 所以说我也请大家放心 我想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你的队友啊可能已经在赛场上开始这个征战了 那么在这里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其实就是说虽然暂时离开这个这个集体啊 或者是有也可能永远离开这个集体 但先还是跟他们战斗在一起呢 因为中国的每一个球员和每一个球队吧 都代表着中国吧 我想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今年的联赛的环境特别好 我希望国家队来巩固这个 我们大家都创造出来的一个环境吧 国内球员有国内球员的职责 国家队有国家队的职责 我希望他们能在这个亚洲杯的比赛当中 打好最起码 让让喜欢中国足球的球迷朋友们 就能能满意吧 这个亚洲杯名单里没有你之后呢 大家想也想到现场来为你打打气啊 给你鼓鼓劲儿 今天我们的球迷朋友在现场呢 想为你唱一首歌 《爱的代价》 死了都不卖我行 来聆听我们这个羽球迷 唱给你的《爱的代价》 像我永远不飘映的花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淡 看世事无常 看沆桑莲花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 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花 用在我心中 虽然已没有它 走吧 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长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黯然心碎 这是《爱的代价》 7月6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 生日 对 生日 多大 几岁的生日 30 对 三十岁 那么今年7月6号 大宇就要三十岁了 我们俗话说三十而立 那我想问一下大宇 你三十岁对于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以前要是说三十而立 我现在有发现 我还没有这种感觉 我还希望在足球场 能更多的奋战纪念 我不希望三十岁就是一个老将 我希望三十岁也只是个刚刚开始 我们也在这里给你开个特殊的生日party 好不好 在这里呢我们先要送上名将之业的礼物 还是和以前一样 是红星尔克提供的三星数码相机一台 那么另外呢 谢谢 不过这个还不算我们今天真正的生日礼物 我们今天奉献的生日礼物呢 就是这个生日会 我们请来所有的球迷朋友上台 和大宇一起分享这个快乐的生日 我们请大宇呢在这里给大家许一个愿吧 嗯 行 来 我们请球迷朋友上来 我们和大宇站在一起也好吗 生日蜡烛已经点燃 我们请大宇许个愿吧 就是所有的在场的朋友们 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吧 也希望就是 所有喜欢我李静雨的球迷朋友们 能一如自以往地支持我 这也是一个吸引人愿望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就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切 好 那么我们球迷朋友一起来 唱起这首生日快乐歌 然后让大宇把蜡烛吹灭好吗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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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起来 跟他吹 好